因為昨天媒體人趙少康 他有在 他有提到說 那個鴻海台積電採購BNT疫苗 那政府要求換掉復必泰標籤 導致說成本變高 然後到貨時間會晚四周 想說不知道可不可以跟指揮中心確認這件事 那另外對於慈濟的事情 有傳出他們在今日會簽約 想說不知道這件事屬實嗎 然後他們跟鴻海台積電是不是 價格等等都一樣呢 謝謝 有關於慈濟的不過我們就 他因為他已經有這個 鴻海 永齡跟台積電的這樣的一個模式 那 政府都一直在協助 所以這個機制會持續來協助慈濟 那另外 昨天行政院其實已經有說明的很清楚 這個有關於簽約交貨的這個方式 那從原廠直接直送臺灣 那我想這樣從原廠直送臺灣的方式 應該是最直接的